这样的一个病例之际 在中国南部的非洲人 已经沦为被攻击的目标 遭强迫搬家任意隔离 并接受集体的接受武汉的这样的一个肺炎的检疫 中国指出他们已经大致遏制了 俗成武汉肺炎的2019的冠状病毒的疫情 但是最近出现的一连串的病例 都跟广州以及尼日利亚社区有关 引发当地民众和防御官员涉嫌歧视非洲人 广州地方当局最少有8名被确诊者 曾有小非洲支撑的广州月秀区逗留 其中5人是尼日利亚人 在报道上出 这几名尼日利亚人违反居家隔离的规定 曾到8家餐厅和其他公共场所之后 尼日利亚面临当地民众广泛怒火 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的结果是 曾与这8人接触过的将近2000人 都必须接受武汉肺炎的隔离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建议 广州当局已经证实截止9日 有114个境外移入的病例集中 16人是非洲人 其他的是返回中国的中国公民 这导致非洲人成为中国民众 怀疑和种族歧视的一个目标 那么现在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可以说是举不胜举 非常之多 不是没举的事情 那么非门的最高领导人 也已经与约见了中国的驻非门的大使 刘信的大使 已经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和抗议 那么法广有一篇报道也说 非门与美国国务院发落 中方急忙争辩 说确保非洲公民的合法权益 那么美国国务院11日也是今天对中国政府进行了喷嚏 认为中国出现的政府行为呢 针对非洲人的仇外现象 尤其是广州市呢 抗击则为的排查新冠感染期间 对尼日内亚公民的行为呢 当属仇外 抱歉啊 有点嗓子有点不舒服 法行社呢 华人栋站的当天 引述多名在广州市生活的非洲人的话 称呢 广州市目前对尼日内亚公民呢 染激的怀疑动的升高 他们被踢除住宅 连入住旅店呢都出现了困难 对此呢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呢 在华工作生活的非洲人呢 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于 虐待呢 令人难过的是呢 这提醒世界 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伙伴关系呢 非常浅薄而且共动 这名发言人呢 继续解释到呢 中国官方曾经竭力不让世界了解 这场大流行 而这一时期呢 世界理当互相扶持 共同恢复 但中国官员呢 则忙着把非洲学生呢 赶到大街上 没有食物 没有住所 他们流落街头 他认为呢 虽然中国政府对非洲人出现这种 仇败现象的令人遗憾 却也并非意料之外 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在非洲 大举输出工程的人 都了解中国政府 这种操作的行径 近几个星期以来 美国一直在谴责 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 缺乏这个透明度等等 法西战认为呢 特朗普2017年上任以来 对非洲表现出的兴趣呢 聊聊但却屡次三番的要求 非洲警惕中国对非洲投资 背后的意图 认为这些中国投资于 贷款实质上 对非洲并不像看上去 那么美好 除了美国 广州市非洲人的金玉 还引发了非洲联盟的观众 非盟的主席穆萨 姆汉曼德呢 表示已召见中国驻 非盟的使团的团长 刘雨昕大使 表达呢 严重的关切 具体非洲国家而言 加纳已经就此召见 中国驻该国大使 该国外交部长呢 何乔威呢 在公开声明里 谴责广州市 非洲人遭受了非人待遇 肯尼亚外交部也声明了 称广州市出现了 针对外国人的 不负责任的形象 尤其是很多广州的业主 针对非洲裔公民呢 那么该声明还指出了 肯尼亚政府已经收到 中国驻内罗币大使馆的回复 中方称将会立刻才取行的 保证非洲公民的合法决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赵立坚 在刚刚过去的周四呢 曾经坦言 中国现在最要紧的事任务呢 就是外防输入 也许再会在执法过程当中呢 出现一些误会 这是赵立坚所言 那么根据以上的这些报道呢 我们想请我们的这个 看哪位观众呢 可以给我们点评几句啊 我知道我们的郭杜斯先生呢 在非洲 那么是在非洲 郭杜斯先生 您可以给我们点评几句吗 可以可以 我在非洲旅行过 对非洲还是比较熟悉 说到赵立坚啊 我先说一下刚才 韩奎他们说的 赵立坚战狼外交 其实上次 这个讲了这个八国联军 他没讲完 结局是什么呢 当年强烈鼓动慈禧 写这个对十一国宣战书的 一个是叫刚毅 一个是徐同数字 一共一批这种强硬派吧 最后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 就是八国联军打败了 几年就打败了以后 然后第一个提出的要求 就是要砍慈禧的头 然后这个李鸿章就去跟他们谈判 说这个老佛爷的头是万万不能弹的 其他都可以弹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当然赔款割地 但是把当年极力鼓动慈禧开战的这些五十多个官员一并砍了头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要吸取八国联军的教训的话 就是千万不要当战狼 不要去鼓动发动战争 所以这是一个跟现实无关的笑话吧 然后说这个非洲呢 我觉得对于现实也没有什么 跟大家了解都差不多 其实主要信息也是从网上来的 但是这个从历史来说 我刚才在群里接了一段 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里面 就非常明确的说 说我们黄种人 就世界上最优秀的是白种人 我们黄种人与之习性相近 我们经过努力就可以追赶上他们 与之比肩 然后但是那个棕色人和黑人呢 什么邪寒如猪 然后直是若牛 然后腥臭无可闻 应该他的建议两项 一项是从他们原居地牵出来 牵到寒冷地去 让他们逐渐的这个降低生育率 另外一个就比较直接了 叫医者引断刺之药 也就是说化学阉割 把黑人去给他让他绝肿 这世界就大同了 我们知道这个康有为是中国的近代的开端人物 梁启超和康有为他们师徒两个 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开端性的人物 他那个梁启超也表达过非常接近的观点 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 它的起点就是种族主义的 这个在今天这个体验 应该说是一点不意外吧 但是作为普通的人来说 我看到很多广州本地的朋友 和这个广州本地的一些媒体说 现在广州黑人问题最严重的都在微博和微信上 我们自己并没有感觉到 也就是说他们作为这个普通人 他还是有能够接受异类 互相共处的这个胸怀 但是整体的宣传来说 我们这个更容易调动更多数人 这个宣传 总是从种族主义入手的 总是能够 种族主义能够激起更多人的这个响应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歧视穆斯林 这也是借着这个反恐战争的这个办法 来为自己内部的这些暴政 来进行找这个合法性 这个歧视穆斯林 他有煽动的一面 也有他本能的一面 因为他的观点就是一百年前的 那个时宜长迹之宜 然后叫海国图治 我们学了白人的 我们就是世界最先进的 那么其他的略种都应该淘汰 那么现在全世界大概20多亿 穆斯林吧 20亿左右 黑人大概十几亿 然后这两个去掉重合的部分 大概25亿人 在中国人的眼里 是不是人类 是需要被灭绝的 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现实 我觉得从这个当政来说 他一方面 他肯定是要利用民族主义 继续煽动这种情绪 随时调用 他比如对黑人 对他他认为没有直接影响 因为毕竟在中国黑人很少 但是他可以随时把他作为这个攻击对象 来团结自己内部 所以对当政来说 这个民族主义始终是一个非常好的利用的手段 但是从另一方面 当年这个毛泽东也说了 是亚非拉这个兄弟们 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现在国际局势 国际这个组织 越来越多的批评之后 这个黑人 包括非盟 包括阿盟 这些国家的观点是 这个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从政府来说 他也会寻找一些平衡 但是总体来说 我还是觉得中国 其实本质上很种族主义的一个国家 谢谢吧 时间也差不多了 谢谢 谢谢 我们看我们其他的网友 有没有发表的观点 那么我想问一下 郭杜斯先生 我还有两个简单的一个问题 那么像现在这种 中国的排飞的这种情况呢 出现 那么在非洲会不会出现 非洲民众排华的情况呢 这个我也是从去年的新闻上看的 那个肯尼亚有个非常有名的事情 就是一个中国人 就是去年年初 他在给训斥自己的一个员工 说你非洲人都是猴子 你们的总统 他点名道姓 说他是个大猴子 你们都是猴子 然后这个黑人员工非常有心 他就把整个过程录下来 他还问他 他说既然我们都是猴子 你来跟我们打什么交道 他说我们就是来那个挣你们的钱嘛 说了挣钱 对你们没有任何好感 这个原话录在网上 然后引起了肯尼亚的民众的反感 就肯尼亚政府做了一个举动 就是移民局冲到这个华为的 驻肯尼亚的这个班师处 以检查证件为由 持枪 核枪实弹的压走了几十个华为的人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华为的一般证件是比较全的 作为移民局一般检测这个证件 也不必要持枪 他这个明显的就是针对中国的就是一种 一种行为吧 但是这个行为呢 第一那个是个是一个就是表示了愤怒 第二个他也是在可控当中 他找华为就是找一个代表嘛 找一个就是更有影响力的代表 所以我觉得对黑州整个来说 民众啊 越是发展指数比较低的 越是他接触不到这种媒体 民众呢 这种怎么讲 他自尊意识 民族意识也没那么强 其实在基层呢 并没有看到 但是越是发达的 比如这两天这个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他这个 他是相对比较发达 他拉克斯已经变成了 东北西北非的一个 非常大的城市 经济中心 而且有中国的投资者去搞什么 把中国的互联网家项目 移民到拉克斯 就是搞这个小黄车 那么这就说明 他的经济基础很好 越是这样 经济基础很好 然后人也有一点 接触世界的这种能力 媒体也比较发达 越是意识到 中国实际上 是一个非常种族主义的国家 我觉得他在民间发生这种 反华的这种 一些骚乱是有可能的 但是总的来看 我觉得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中国政府会马上 采取这种降温措施 因为这是 亚非拉这种国家众多 是他的票仓 就是这样 好的 谢谢 那我们看到 辛格在 举手 辛格您请 其实 因为中国的 非洲裔人 在中国生活的 主要是在广州 据说广州 大概有40万的 非洲裔的人 生活在广州 并在广州 做出口贸易等等 这件事情 其实网上在炒作 我个人认为 并 当然 中国本身是一个 种族歧视 或者地域歧视 各种歧视 非常严重的 这么一个国家 但是这件事情 说其实非洲人 我倒不这么认为 其实任何一个 被标签为 患得武汉肺炎的 这个病的人 或者是感染者 我相信这个待遇 都是一样的 一个武汉人 在30天前 如果在广州的街头 这么走 我估计也是这个待遇 其实也正说明了 非洲人和中国的 老百姓 获得同样的国民待遇 其实是一样的 把它如果解读为 排飞 或者说是 对非洲裔的 专门的政府类的 其实我觉得这种 解读是误读 谢谢 那么很多人都在 发表各自的观点 和建议 我们看到有很多 这些文章背后的 很多留的 以为言的一些人士 就指出 说这个歧视 是政府 或者是不是政府的 无法确定 但是有一样 中国在历史上的 这种被歧视 也有过 但是中国对外的歧视 也是长期存在 郭杜斯先生 您请 刚刚说到肯尼亚的例子 我又在网上看到一个信息 肯尼亚昨天 又发生了 已经发生了 民间的排华 然后这个新闻的标题 是Police Watch Helpless 就是警察站在旁边 一动不动 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 已经有这种反应 因为我们知道 在我在这个 大概十年左右 在广州的月秀区 也就是靠近广州火车站 特别是小北街 叫什么小北路 那一块呢 是非常的多的 这个来自于非洲的 很多人 在那里打工 从商的应该是居多 像赛内加尔的 尼亚的各个地方的人都有 他们都聚集在那里呢 那么生活 然后购物 那么很多的批发市场 也集中于那里 所以呢 某种意义上呢 这是一种正常的一个事情 在今天的全球化的时代呢 很多人呢 都在需要全球化 但是却并不接受 其他文化的 或者是不同种族的 不同信仰的 这种全球化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相信我们的李俊先生呢 就要讲这个全球化 那么以及全球化的历史 那么希望呢 观众朋友们持续关注 我们的节目呢 晚上今晚十点钟呢 总是开播 由李俊先生要讲一下 全球化的问题 我相信呢 今天的这个实例 特别是广州这件事情呢 李俊先生呢 也可以呢 诶 届时呢 多多的发挥一下 给观众朋友们解答一些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样是更有意义的 我们今天呢 本来还有一个题目呢 是专门要讲 为什么很多的地方呢 会出现反阴啊 就是阴变阳 这样的一个医学常识 我们本来呢 想请我们的 韩冰先生 但是发现今天 韩冰先生呢 一直没有上线 也是首次没有看到 韩冰先生 那么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放到 明天早晨的早新闻 或者是明天晚上呢 我们再进行 跟观众朋友们进行讨论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 那么也请 会议室的观众朋友们呢 继续 与我们在一起 一会儿呢 我们也可以持续聊个 今夜 从傍晚很震惊 到今夜很震惊 一直可以聊下去 谢谢大家 我们一会儿再见 谢谢观众朋友们